不要改,因为它这个super类别是java.lab.object 那要改这个,这个不要打勾,不要继承 这个叫抽象类别 那请你在这上面自动帮我建议man man的话就是城市的入口 它会自动帮我建立一个静态的一个方法 名称叫做man void就是方法 应该是没有回传值的一个方法 好了,以后的话按完成 所以名称这个打勾 这个不要打勾,记得 然后最后按完成 好了,以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Hello World 那你会发现城市就会跳出来了 而且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的名称就是什么 就是叫Hello World class就是一个类别 特别说一个类别名称叫Hello World 大瓜湖 那大瓜湖,后面一个大瓜湖 它一对对不对 里面有一个方法 没有回传值的一个方法叫man 那城市写在哪里呢 城市写在绿色这个注解的下方 那它写什么呢 按一个tap键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很简单 就是执行的时候呢 就跳出我的第一个Java程式 就输出一行文字 那输出的话 其实反正就是一个input 一个output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input 只有output 那在Android 之前我们练习的时候可以输出到什么tost 输出到testview 输出到一个东西上面去 那因为呢Java它是早期的那种 有点像DOS底下那种环境 所以它会有一个叫console 你可以输出 那输出的话呢 会输出到下方 那我们怎么程式怎么撰写呢 我们利用在Java里面有一个类别 叫system 系统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请先打一个system 大写的 大小写特别注意 这个大小写要注意一下 打一个system 点 点之后它就出来 点什么呢 输出 o out 有没有 跟那个上学如果有用过Android 应该都知道 用选的 我喜欢用选的 你只要记得system 这个类别的名称 out enter 再点点什么print line p 打一个p就可以了 中文的文字 p 自动会出现 那print 你找一个print line print line就是输出一行 ln 有没有println 后面的话呢 先结束符号是分号 然后呢 在小瓜糊里面呢 输出 就是我的第一个 啊 我的第一个java程式 ok ok 写完了 就是只要什么 写这么一行 system outprint line ok 那特别是要分号 然后要一个结束 最后呢 上面一个执行 把它按下去 如果底下可以看到结果的话 那表示你的第一个程式就写完了 ok 按去确定 好 有没有看到 我的第一个java程式 就被print出去 到哪里呢 到主控台 有没有 那它会自动帮我们怎么样呢 把 这个类别 这个class 有没有 本来它是一个java档 把它compiler 编译成为一个class 之后呢 再输出 显示出来 那输出其实 主要后面有个jvm 有个模拟器 然后把它运作之后的话 绣出来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看 主要是建立一个java的这个专 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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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第一个一个专案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